我現在呢就在上海浦東的滴水湖附近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風雨非常的強 我現在完全睜不開眼睛 記者幾乎被狂風暴雨吞沒 強臺被立家十六號早上七點半 在上海浦東登陸 最大風力達到十四級 是七十五年來侵襲上海的最強颱風 一百二十七層樓高的上海中心內 全球最重的阻尼器 也出現明顯晃動 上海十五號晚間發布紅色預警 浦東等四區全面停班停客 東方明珠等所有景區關閉 上海迪士尼也宣布十六號閉園 還用巨型膠帶 將園區垃圾桶和小吃亭包裹得嚴嚴實實 一層層加固停靠的飛機 強臺來襲上海浦東和紅橋機場所有航班取消 影響超過九百架次航班 多班高鐵火車停運 紅橋火車站大廳空空蕩蕩 由於大陸中秋假期開啟 大批旅客滯留 無奈睡在車站 涉疆也嚴正以待 儘管是大陸中秋節廉假 前堂將景區也被迫關閉 因為天文大潮遇上強臺 疊加威力令潮水瞬間推力 可能達到每平方公尺六噸 當地緊急進行加固保證民眾安全 TVBS新聞葉俊宏蔡一傑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